到底谁在第一轮谁在第二轮 还记得上一次的SOLO吗 上一次你说的是他们俩之间 对 狮子打悟空吧 而且是狮子的首秀 4比0 对 所以我感觉在AG2VR 或者说在SOLO局的一个得分上面 可能他们并不是特别的那么紧张 是 所以说我就在想 对于RWK来说 他们有没有这个胆量 让Lior第一个出战 让悟空第二个出战 其实这也是在我看来 就是自家里多一个竞速手 就能打摇摆位的关键 对 我有三个人的话 我名单先报上去 我哪怕第一轮第一分我输了 我第二个人再上 对 我只要保证我实力是绝对比你强的 其实这一分并不关键 对 但只不过就是咱们这个赛季的容错的话呢 其实很低 这个比赛SOLO 这两支队伍可能也就只有AG 现在能打出这样的战术 因为他们人多 所以队伍里经常储备 这样的选手还是在季后 在A阶的比赛里面 其实也只有AG会选 那其实相当于打一个米牌 两个女娃走走了左侧 不对 开局的两个弹器上来说的话 四位选手跟他还是很近的 也就有明显的调整 阿康突然就残射眼上墙了 一丝油再放出来 两个人距离还是很近 六人呢 他这个阶段不对啊 其实稍微在拉开里面 开了单气跟上 这个距离四位选手 双人成型 阿康已经追上悟空了 甚至是说有机会做对换 哎呀没有了 这个飘移按得很重啊 这又和前面悟空拉扰的距离 但是悟空这边呢 也没有跟前车保持很密切的距离 对 过低下来 刚好六二这边路下很好 顶弹了狮子 是的 这里前车没有占到优势 狮子凡而已 他已经调到第二名的位置 这么来看的话 确实这张图可以来说 应该算是六尔的一个王图 重复带的也是女娃 和狮子徐景品 十足啊 但是 已经来到了冬季的室内场过来 其实 这张图目前来看的话 是差距离的数据不相当多那么大 第一和第二名的分数差距离大 主要是看第三第三次 会不会有人跳秒 主要是悟空跟阿康两个人 又出一场了 对啊 甚至说阿康反超五通了 这波还反超了 看一下最后速度和六尔 会有什么名次上的变化 但是六尔已经来到了最后一个弯道 冲上了中边 这个数到九二 阿康竟然是六尽的 也是一分 哇 这一个苏格兰场 追回来了一分 现在两边的分数差距仅仅就一分了 哇 嗯 和常规赛交手时候完全不一样的一体 去给你儿子的 是 是 来看一下间局比赛的一个起步 车上拉过来之后的第一个弯 阿康的弹气相较于前面三位选手都很慢啊 六尔已经交了一次由这边三个人在一起交 还有卡器 这边藏过来之后差一点呢 是的 如果这路弯道过来之后 对于A债来处是非常好的 是的 车上过转向进来 再撑不吭 站前续 是 现在无风抢到了一个第二名 阿康那边这个路线看起来有点圆啊 这个六尔不让过 还好一起都过来了 六尔应该站起了 前面大阿康还要鼓起 但是也到两个人现在基本是一样的 哎 咯 之后阿康应该撞墙了 对的 这里和六尔两个人在进到点的一个卡位 阿康掉到第四 而且这个这里有点远 这边 VCU还是能够在下一个进到点开 就是 好像只有六尔会变开这个VCU 那这样的话 这一局的分数反倒又可能是最大的 是啊 要看前面会不会再给机会了 目前无风抢的领导距离还是比较明了 没错 后来的话呢 就可撑开的界了 现在这个距离的话 只有六尔上来之后再顶下五尸子 最后的弯道 悟空也是成功的冲向终点 两个体 哇 他又会了 那这对于鱼儿的配来说非常转 四秒进拿五分 十五和二十一啊 六分啊 现在总分数来到了七分 又是这个劲高点 但是得分情况不明了 四个五尘 现在五分之差的话 来了四张图 其实还算有得打 是 但是没想到的是分差最大的一张图 竟然是净风机场 嗯 就是前两个五六星全都过去了 反正净风机场也便在了跟头 就是这种劲道点啊 对于自己出弯的角度还是要找好 十击和路线都很关键 对的 看一下第一个弹射 谈过来之后 诶悟空现在在第四名 对的 这边延续一下跳起来前面的意思有点 这边 释放 阿康 反超了狮子 是 那应该是有错到一个分的 速度会稍微快一点点 紧接着这里延续下来之后 六尔目前处在一个领保的距离 距离阿康的话 四位选择都选择稳着过的 但是前边六尔和狮子两个人在 在一场中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摩擦 然后紧接着飘飞过来 六尔和狮子好像撞到了延续不到 把氮气开过来 是不是出弯又上墙了 又给了悟空一个后续的机会 现在阿康来到领保 这个弹射又没弹好 目前来看的话大家旁不顾问 这张组后边对两个路来说还没有机会 现在阿康跟狮子两个人 这个车身位是有摩擦的 来到这个延续点了 六尔现在是调到第四 这和第一局比赛 四位选手发生了排名上的变化 没错 完全是反过来了 哇 这里出完又被卡到了 但延续下来之后再开弹气 就是有一种感觉 是前面狮子想弹 阿康想求无 他这两个人的路线就会重叠 是啊 而最后的话 悟空是1分33秒拿下的比赛 不知道有没有跳秒 后边好像是两个八进 六尔跟狮子两个人应该是八进的 然后阿康又跳了 我觉得现在能够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阿康的对抗能力相较于其他三位选手 确实会显得有那么一个高胜利赛道 图之一啊 不过就目前而言的话 其实是五张图打完了 除了几分机场 以外 剩下的所有的图 都是AT的老王子 是 现在为止还没看到新的东西 开局但解开出来 还想要卡一下悟空的位置 再来DWW 而后面的话阿康又是在第四名 在六尔在第三 但解开出来没有输 但是阿康似乎第二个弹射出现 出现了一点小的失误呀 还好能跟 三连完过来之后 这里也能前进去 坐地之后 前进一自幽 四辆车跟车相对来说 都不算是特别的近 但是都能够保证同样的距离 那这样的话 对于第四名来说 是有一点点危险的 阿康的这个距离和前面的六尔 还是有点远的 对 但是现在施的公共空间 这里也拉开了 而阿康 出现了什么情况 下来之后这个路线 其实也不算特别的好 看最后的一个坛车了 阿康就给推通过了 那这样的话后边没有什么太好的 拉近距离的机会 而且已经是最后的一个延续点 也过来之后 对二次来说还可以跟一个二十 十二十打十四 看一下最后出票了 西进 十九 还是差一分 RWK上一周的比赛里面 连打了三天的模糊 但是没记错的话 好像只赢了一局 赢了一分 但其实我有了解过 就是他们私底下一直有练着 而且发挥是不错的 是啊 开局了起步 六尔的氮气来的比较慢 而且又蹭到了墙 CW先是一个单喷过来之后 再做氮气延续 这张图对他们来说 可以打平 可以输一分 是吧 但是只要跟住 稳住来跑就可以了 对 但如果不小心 你看现在悟空在第一名 如果不小心赢了的话 其实第一张图就稳了 嗯 这边ECU再放出来 六尔是紧随 这两分远之后啊 这边弹过来之后 已经逼近了阿康 有一些对抗 但是六尔基本被顶到了 被顶到之后 现在悟空的零跑距离 依然在这里放着 但是也被拉近了 因为悟空这边 是一辆伤量钥匙 哦 这个距离六尔的位置 找的有点极限了 第一个半道过得还不错 但是第二个半道 没有办法调整了 就是因为之前和阿康 一直处于有一个缠斗 但是阿康这边并没有走远 再来看一下 这边的一个弹势器延续 把清风完之后 可以扬过来前边的话 悟空跟施子两根去抢 这个第一名 这个第一名很关键啊 施子这边已经来到了前边 但是正强了 这个路线被悟空又给拿了回去 现在施子在做一个后追 又蹭到了墙 又蹭了一下 那没有办法反超过来的 他车按的太轻了 但是现在悟空也脱飘了 什么情况 突然间 呃 现在RK 又是诺尔来到了 这一瞬间 问题还是有问题 RWK的这个木高枯 跑的还不是很稳 但是对于他们今天来说 只要能赢一分都行 对啊 他们又做到了 而且现在就只剩下一张图了 还要担心对手会拿机甲 所以下张图大概率 要么就是四个机甲 要么四个天狼星 有没有加赛 就看这一局反向亚特兰蒂斯了 AG最后的赌注 全部都在这里了 看一下开局 两个女娲就是先冲出来了 那现在的话是谁在前 应该是RWK短暂的在前边 诶 这边又被卡到了 哇 旦气延续没了 悟空又上墙 但是这个距离 依然对于六尔来说有优势 那个意思 优点被落后了 但是现在的话又反超了悟空 悟空连续队 而且前面狮子也下来了 这个都不对啊 又被人卡上了墙 阿康这段路又回到了第四名 进到里边被人卡上墙了 前边相当于是只有六尔 现在跑的相当的时候顺利一点 哇 这个路线也太机箱了 WCF过来之后又上墙 没错 这一局没了 很之差呀 太难了 现在想加赛的话 你需要一局搬回来四分 对啊 除非 没有除非了 没有除非六尔去那几遍啊 是啊 虽然我们之前看到过急速空港 没有急速空港啊 对 对 但是什么都没有 这个反亚啊 AG已经是三四名的位置了 加赛都难 如果觉得AG今天的二杯 在淘汰赛四圈这样的情况 应该啊 应该啊 只要他小 他还可以再听到口袋踩着他车 他没这么干 上一次这么干了之后 其实效果不太好 对 最后的话 六啊 可以冲向终点 可以恭喜 RK先拿到第一场二V比赛的胜利 这对于他们淘汰赛的第一轮比赛 很重要啊 而且 非常关键 对啊 刚才AG的这个solo名单上面 我们也看到了 是 阿康 还有铁头 谁赢 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在赛前就下定乱 是的 对吧 就是二V我们不知道谁会赢 道具我们不知道谁会赢 Solo的话呢 本赛季二位只交手了一次 是狮子赢了 对啊 不是 Espag Merc et哪